接下來要收的東西叫做二氧化碳 第一個也是一樣無色無味無鏽是廢話嘛 密度比空氣大然後不可能不出人剛剛教過了 來剛才講的溶飲水叫做什麼玩意兒 碳酸very good 然後我們前面也講過固體的二氧化碳叫做什麼玩意兒 固體的乾冰非常好 乾冰有個現象 不是冒煙他可以製造煙霧他會怎樣很好 吳小姐說對他會 好就是記這個OK現在是二氧化碳的性質 那重點是二氧化碳的一些反應跟自備自備比較重要 生物老師教過呼吸作用會產生二氧化碳 OK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的重點 下學期間是教碳酸鹽加C酸 酸的通性 我們這邊教的是碳酸鈣加C鹽酸 碳酸鈣就是碳酸鹽 那個C鹽酸就是所謂的C酸 然後產生的二氧化碳 這個是下學期會教你的一個要備的重點 碳酸鹽加C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等一下會講它 然後就是這兩個加熱分解也會產生二氧化碳 碳酸鈣跟碳酸氫鈣尤其是碳酸氫鈣 因為它是一個重點 它跟碳酸鈣的分別就在碳酸氫鈣會分解 碳酸鈣不會分解 所以你要備好 它們受熱之後會分解 然後產生二氧化碳 這是它的重點 尤其是碳酸氫鈣 這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有機物燃燒 下學期間教有機物 有機物含有碳 所以碳燒的就是誰啊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OK 這是我們的重點 這個大理石加C鹽酸 大理石又是所謂的碳酸鈣 就是所謂碳酸鹽加C酸 就是我們講過了嘛 一個液體碰一個固體 產生一個氣體 倒下去的液體叫C鹽酸 碰到的固體叫做大理石 或者叫做碳酸鈣 然後呢就產生的氣體叫做二氧化碳 我們不見得會用大理石做 我們可以用石灰鹽做 石灰石做 也可以用貝殼 蛤蟆殼 蛤蟆 蛤蟆的蛤蟆 蛤蟆的蛤蟆 蛤蟆的蛤蟆都可以 他們成分都一樣 通通都是碳酸鈣 所以叫做碳酸鈣 加C鹽酸 會產生二氧化碳 裝置長相都跟剛才教過的 以前前面教過的 作氧基本上完全 一樣 完全一樣 所以注意事項也通通都 一樣 注意事項也通通都一樣 OK 這叫做二氧化碳 如何製造背下來 來 然後呢 收集吧一樣 我們氧氣用什麼收集啊 記得嗎 排水 集氣吧 排水 要用來什麼氣力 知道嗎 難容於水 不按水 作用嘛 對不對 注意事項相同 我提醒過什麼注意事項啊 那個 劑頭肉的長短藥 墨入水中 盡量接近底部 為何 避免氣體溢出 有沒有 還有什麼 氣體產生大概要怎麼辦 把導管從水中拔出嘛 就是 注意事項都一樣 所以都跟前面一樣 前面會了 這裡就會了 前面這裡就會了 好 這就是重點 前面講過了 如果不可燃 浮出來的氣體很多 所以不可以平 不可燃 不自然就知道 它是二氧化碳 那我怎麼知道 它是二氧化碳 這樣 澄清紫微水 澄清水有 氫氧化碳的水溶液 通入二氧化碳 會產生白色混濁 或者是白色沉澱 那個白色沉澱 什麼東西 碳酸幹 那個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什麼東西 碳酸幹 碳酸幹 所以就請你 備好 如何檢驗二氧化碳 通入澄清水水 發生什麼現象 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請問你 那個白色混濁 什麼東西 碳酸幹 碳酸幹 這個要備好 要備好 所以 剛才講過的提示的重點是 我如何製造二氧化碳 碳酸幹 碳酸幹 加 吸鹽酸 產生二氧化碳 我們實驗事項 教你這樣做 然後呢 裝置 實驗注意事項 收集方法 都跟做氧氣完全 一樣 然後再來一個重點就是這個 如何檢驗二氧化碳 通入澄清水 水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那個白色沉澱叫做碳酸幹 OK嗎 OK